好 今次到達第3步 Align Your Behaviour 其實說這麼多顯化的事 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就是你要做 所以我們第一步 跟大家重溫一下 第一步 我們要有一個Vision Board 知道自己的目標 第二 移除恐懼和懷疑 學會自愛 自愛 第三 就是你要你的行為 和你上面做的兩件事是一致的 這個其實很簡單 不過很多人有拖延症 令整件事慢了很多 很快地看看 這裡也有說了 你不可以只知道你的目標 但你守株待兔 因為你等下等下再以待閉 這裡有個例子 例如你想顯化去買一層樓 你想是沒用的 你首先要去網上找一下 然後你要聯絡agent 甚至你要去看看樓才行 又舉個例子 你考試 至少你也要答應自己 要花時間和精力去讀書 不是找張紙說我想考大學 我想第一志願進入某一個學系就可以 所以這裡我寫了 行動是要跟目標一致 而不是覺得顯化就是坐在這裏 甚麼都不做 這些一定不可以 另外就是 假設你是要 manifest 一個love的relationship 你想要一段很好的愛情關係 可能你就弄了個vision board 但你不可以只想 我的理想情人是怎樣 然後你就等到 他甚麼時候出現 快點出現 其實不是這樣的 這一段我非常喜歡 他講到的是甚麼 你不是等個人出現 而是你要跟你的行為一致 那甚麼叫行為一致呢 就是你要對自己 都是同一個level of respect and love you want to attack 不是Attack 是Attract Attract就是吸引 其實你知道你的理想情人是怎樣 你不單止要自己也是這樣 還要你對自己也要有相同程度的尊敬 你才會吸引到同一類人 所以這些就是cultivating self love 所以就是自愛 為甚麼是這麼重要 然後他就說 其實你這樣 是在一個現實世界裏面 開放了 主動了 去給一些機會 給你去認識一些人 如果你 manifest了一個理想情人 但你每天 關閉到房門上網 睡覺 其實你是甚麼都做不到的 你要告訴宇宙聽甚麼呢 I'm ready 我可以的 我準備好的 I'm fearless 我是甚麼都不怕的 我勇敢的 I'm worthy 我是值得的 這樣就已經非常之好 很多時候人們都會怕的 怕甚麼呢 就是怕自己未夠資格 你會見他 這裡有一個標題叫 Fake it until you become it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我都聽過很多次 這裡是說甚麼呢 他就說 有一個朋友 從事人生教練 都有一段日子 他其實都已經完成了相關的資歷 都擺了很多時間去幫助人 但他依然是很害怕的 不想把這件事轉為專業 他不相信自己的經驗 亦都覺得自己不值得一個支付 所以這就是恐懼的產生 他又避免別人知道 其實他是有支付的 又很害怕他會失敗 其實這件事令他果足不前 這裡我講了 自信不足 以及不願意承認他的資靈 那為甚麼會有這種心態呢 他這裡很有趣 寫了一件事 英文是挺深的 但查一下中文 其實這件事是我們大部份人都有過的 就是叫做 無名頂替症候群 那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如果有人去開展一個新的事業 其實我們有一些自我懷疑 然後我們的心就會告訴自己 我們未夠資格 不夠技巧 其實是在拒絕自己 亦都在阻礙自己 那很多時間 其實我們反過來應該是怎樣呢 就是我 deserve the position 我是有足夠的支力 我是應該要爭取的 那就千萬不要對自己失去信心 而且你還要提醒自己 你想做嘛 你的行為也要是一致 你不可以說你考了資格回來 但是你的行動就是害怕 所以不做 其實你最後都是顯化不了這件事出來的 那就是這件事吧 當你下手做的時候 你會經歷一件事 那就是叫做 getting comfortable with discomfort 你是會走出自己的comfort zone 你要懂得在這個不安樂的範圍裡 變得安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人類就是這樣 我們的潛意識 經常都想找安樂 那潛意識怎樣找安樂呢 就是不變迷安樂 對不對 所以 越熟悉的 就越安全 最後就不願意動 這樣 我們就會回頭 所以其實是自我破壞 看回這個圖就知道了 其實大家都明白了 我做的事是覺得自己 感覺舒服的 我們又想改變 於是我們就嘗試走出一步 然後感覺舒服 然後覺得有些東西不同了 然後想想 不舒服 於是我們就會問 為什麼要改變呢 然後我們的潛意識就說 不如回去之前 這樣就會循環著 循環著 好 先舉一個例子 例如我們想健康一點 健康是要怎樣的呢 是有活力 以及身形上比較健康 即是身形上比較健康 可能你的目標明確 你每一天都想早上起床 早點起床 做運動等等 但永遠永遠永遠都會有很多藉口 很多藉口不去做運動 然後又不斷吃東西 吃完後就不知怎樣了 其實這些就是你自己的自律 另外就是你要想想 例如第一 你要令到自己的行為 跟你想的一致 就是你要 Commit to an exercise routine 就像我這樣 我一個星期就跟自己說 一定要做兩次gym 不可以走掉的 另外除了做gym之外 還有甚麼可以做提醒自己的 就是要吃得健康一點 要吃一些有營養的食物 不要再吃junk food 等等 你要take this action 還要主動地去做 然後你慢慢就會好一點 其實你甜意識就會很panic 就會很不喜歡 其實甜意識就不在意你舒不舒服 其實就是 只要你做了這些事 你的甜意識就會覺得不同了 不同了就會覺得不feel safe 所以你就不想做 所以你會想做甚麼 你會想skip了workout去 不想做workout 又或者想放棄了它 是不是很有這種想法呢 所以其實這本書都蠻好的 就是把你的潛意識的習慣寫了出來 然後就告訴你 你的潛意識就是這樣想的 所以就要說我們是怎樣 怎樣踏出我們的 comfort zone 首先要有說的 你踏出 comfort zone的第一個很重要的 你就是知道原因 Be clear on why you want to do so 因為你整個過程裡面 會有很多很多障礙 你要靠這個原因 去陪你走過無數辛苦困難的時候 首先你要找到那個原因 其實你就要想 我顯化這件事是為了甚麼呢 是為了我要更加有力量 情緒上有甚麼幫助 身體上 心理上還是靈體上 會為你帶來甚麼 因為其實最後這個why 是會 這裡 It can drive you through the discomfort 你會有很多 discomfort 但這個why是支撐著你整個人 去衝破所有的障礙 第二 就是要移除藉口 剛才說過 其實我們的潛意識是很怕改變的 就會找很多藉口 例如太忙 太累 太難 未準備好 不做 其實你們 就要想一想 其實我是要堅持做一些 routine的事情 另外 就要 Don't give up when faced with challenge 這個很簡單 就是要時刻緊記 自己究竟在做甚麼 當你找藉口的時候 你就不如問自己 如果我移除了恐懼 我會得到甚麼 然後你就會自自然言 不give up 因為我們走出了一個舒適圈 很多東西都是新的 其實會很害怕 會有很多障礙 但你要記住 只要你 overcome 就不得了 就可以達到你自己想的目標 第四 挺有趣的 5 second rule 其實我沒聽過 如果你要做一件事 你數五秒 然後你就去做 如果你五秒之內 去動去做 那你就會繼續做 對 下次你不想做運動 你自己的心目數五秒 然後你五秒之內 就好起床 另外還有些東西 都挺有趣的 就是他會說 magic happens outside your comfort zone 也是 當你做的事情 做得太多太悶的時候 其實 magic是不會 happen的 你會試一些新的東西 才會發現 原來你有其他的長處 或者是一些優點 然後就是create healthy habits 要為自己創造健康的習慣 其實這個 回到之前我們提及過 關於self love 如何疼愛自己 有很多 例如說實際一點 skin care routine 你護膚也很重要 對嗎 另外 就是long bath 讓自己沖長一點的洗澡 例如說brief work exercise 做運動 做瑜伽等等 Journaling 都是認識自己的一種方式 例如說 你寫下你今天做過什麼 你有什麼事覺得好 有什麼事覺得不好 等等 或者是你冥想 daily walk 走路等等 其實他覺得這種self love 或者你為自己轉變一些習慣 其實就是慢慢去做 然後就會有真正和永遠的改變 一小步一小步地做 所以他有說 其實真真正正的成功 就是在你的 daily routine 那裡 我們就試一下看一個個案 挺有趣的 講完早上起床 他有兩個情況 有兩個情境 第一個就是 你早上起床 然後就馬上 就看看社交媒體 在床上 十分鐘之後 你就起床 然後就看新聞 然後就洗澡 然後就趕快走 然後你就很快吃完 早餐就上班 這樣 那Person B是怎樣 你也是早起床的 你給自己一點時間 去享受一下一個 daily practice 例如你都會看一看 但是用十分鐘 去聽一些靜念的練習 然後就起床 然後就享受一個早上的咖啡 然後做一下運動 做二十分鐘 然後就洗澡 然後就穿衣服 然後就穿衣服 穿衣服的時候 你就聽一些你喜歡的音樂 然後就坐下 然後慢慢享受早餐 其實這兩種情境 都是開展你一日生活 的方法 當然很明顯 Person B是好很多 Person B他好在甚麼呢 是我說的 其實他沒有特別做甚麼多的事情 他都是加三至四樣 自愛的練習進去 其實沒有甚麼不同 但他日日起床的方式 是會很不一樣的 所以他這裡有說 不如你試一下 加些自愛的練習 親自愛的東西 去你的日常 routine 慢慢就會變成一個習慣 Jandering我也有 其實每天發生了些事情 令我開心不開心 我都會用這個來沉澱一下 做運動 我不是每天做的 剛才說過 每星期兩至三次 我一向都很早起床 都六點起床 然後 最好的是甚麼呢 就是你要活出你自己的真我 本質 不要被一些假的東西 蓋住自己 真我其實是甚麼呢 真我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 ingredient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去開閃顯化 因為真的我才有力量 如果是一個假的你 虛偽的你 其實沒有意思 那我講關於 甚麼是真的我 即是說是假的我 我想了很久 甚麼是假的我呢 就是在這裡 我講到的 就是我們在童年 或是小時候 很多人都知道 你會聽到很多 不同的人 去教你 去怎樣 behave 怎樣做好些 怎樣才值得被愛 那很多時候 這些是甚麼呢 我們要令到自己 令到父母認同的 令到朋友認同的 令到自己的朋友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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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認同感 都是來自愛在 不是想自己 變成一個 people pleasing tendency 你去討好人多 你想老師喜歡你 你想老闆喜歡你 變成了你討好之下 其實就把自己 埋沒了 然後 他就會問你 其實 如果回頭去找一個 真的我 那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要想 每一次我們行動的時候 我們 是不是自己 下的決定呢 還是 我下的決定 是去 please others 去討好其他人呢 可能有些人說 不如跟你去看一個 甚麼戲 或者甚麼展覽 跟你去看一場show 那你很多時候 是不是會 還是不要拒絕了 去吧 還是其實你知道 我真的沒有興趣 所以我不去 你會大膽一點這樣說呢 這個就是 真實面對自己 不是去pleasing任何任 我覺得最後 這一段是非常之好的 他在說甚麼呢 他說 其實你自己 就好像一個公園一樣 對了 你其實如果真真正正正 去有一個很強的意識 去自愛的話 其實你的泥土 就會滋養到很多東西 但其實 當你自己是一個花園 很多時候 就是種了其他的植物 這些植物 其實開始有些 Wizz 有些雜草之類 阻礙你自己本身的植物 去成長 其實你又不是很喜歡 這些多出來的植物 這個時候你怎樣呢 這個時候 其實你就會知道 我是時候去把這些 雜草和這些 這些不想要的植物 是優移的 溫柔地脫去 你要連根拔起 不是表面上撕幾塊葉 你連根拔起之後 會是怎樣呢 你就會感覺到 嘩 我終於 我這些泥土 有些是 free of anything harmful 不再有些傷害 你壓住你位的東西 還有你終於清除了所有的障礙 多了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選擇 有些甚麼你是喜歡中的 還有 其實你應該是去除了一些 是do not serve you 其實你的意識也是 有些很壞的意識 一些不屬於你的意識 其實你要清除了它 然後你最後會怎樣呢 這句話很動容 you get to choose exactly what your garden looks like 你去除了一些雜草 一些不需要的東西之後 你就終於可以慢慢想 究竟你是有些甚麼植物 是想在自己的公園裡種 對 然後其實整個公園都會是你喜歡的植物 當然啦 這個公園是說你自己的mindset 那個意識 所以其實在這個章節裏面 他很強調幾件事 是要認識自己 這個旅程其實是很漫長 有些人就會很快認識到 有些人就要反反覆覆 或者其實你自己的本我或真我都在改變 就是一致 假設你想中六合彩 你不去買六合彩都不會中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是要言行一致 你想的和做的要一樣 另外要主動 有時你會有一些限制性的想法 如果你做的時候 你就要衝破你的障礙 走出你的comfort zone 然後慢慢再加一些自愛的習慣 以及培養一些健康的習慣 興趣 慢慢你就會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 我們今次就說到這裏 下次就Step 4